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周日快乐时光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长虹诊所 杨志贤院长 是的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天 星期天快乐 而且明天就是除夕 那这个除夕 大家就开始迎接新的一年吧 是 真的很难得在这个除夕前 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 是的 那请教一下医院长 我们讲这个除夕 除夕讲大家都很多年嘛 每年也很习惯过除夕 但是其实蛮多人可能没有真的确定 知道除夕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都对除夕是觉得最大的一个日子 因为比起大年初一初二来讲 除夕印象最深的就是 除夕守岁吧 对 团圆饭一定要吃 团圆饭吧 除夕就是大年夜 年夜 年三十 是指农历的最后一天晚上 也是指春节前的前一个晚上 前一天 那大家觉得除夕里面是最直接的就是聚会吧 那这个在除夕的当天都会有所谓贴春联啊 吃年夜饭啊 甚至放鞭炮 放鞭炮现在好像我印象中可能不太行了吧 应该就是好像有人会偷放 但我印象中好像政府单位没有很允许 是吗 有人会放 有人会放一下好像也有气氛嘛 但是都放当然是安全第一的 放鞭炮还是有 路西都会有人就是插花一下嘛 那一家团聚吃年夜饭 团圆饭 那就称了围炉 有的人就手碎 这都是很好的感觉 就是团圆饭啊 手碎啦 吃年夜饭啊 年夜饭里面有没有什么是必吃的 我觉得年糕吧 长年菜吧 水饺 水饺代表的是元宝 元宝 水饺跟元宝其实本来还是有落差 长相有点像啦 长相有点像 形状 那当然 还有吃鱼吧 年年有余 这个讨个好吉祥真的是 这个讨个好吉祥 但是还是有两个细节要注意 第一个说吃年糕 现在的年糕跟以前的年糕是不一样 以前年糕很黏 现在年糕已经是突破到比较不黏了 但是吃年糕的时候不要讲话 太兴奋一边吃一边讲话不太好了 年糕吃年糕 这个要吃少少的 甚至是有的人连沾一口都不必 有的人是糖尿病的话就算了吧 讲太多了 讲太多了 这么吉祥的日子里面讲这种话 但是还是要听 因为院长是把大家的安全放第一啦 真的是要照顾大家健康 那吃鱼的时候也是年年有余 这个是很高兴的 那吃鱼就注意一次吧 注意一次 因为年糕跟这个每年吃年糕或吃麻糬的时候 这个都有状况 大家要都要注意吃年糕欠尝极止 就是说有卡住的这个风险 这个时候吃的时候不要讲话 吃汤圆也一样 类似这种吃的时候都一定要谨慎 但我想到一个有些就是我有听过朋友讲的这个传统家庭里面啊 有一些时候年菜准备太丰富 结果从除夕吃到大年初五都是同一套或者是加几道而已 我觉得听起来就蛮可怕的 院长怎么看呢 今年不会 今年也会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今年是疫情 疫情二年 疫情的二年了 是 二年了 你第二次在这种有疫情的时候来吃这个年月饭 隔夜菜可能也还是不是很好吧 这个一定要想办法突破 就是放冰箱 然后分段吃 分段 就是说你今天这一道出来就把它吃完 没有出来的就维持大年初一初二 你要怎么吃 如果你把大年初一初二啊 或者是年月饭的全部都同一套的话 代表终于会污染 那今年是疫情二年嘛 那疫情今年会是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刚刚以上所讲的聚会的时候 一定多一个注意 我猜 让我猜 我觉得是戴口罩 可是戴口罩怎么吃年月饭 对 就是说你人多的话 陌生的人 陌生的亲戚 不熟的亲戚 一定大家相处的嘛 那这些不熟其实都是熟啦 只是说你这个时候 长辈晚辈大家聚合在一起的时候 开始吃东西开始戴口罩 对嘛 那大家都不好意思都觉得说 哎呀不要戴口罩嘛 少数的话戴口罩 大家就开始戴口罩 不用客气了 这样了解吗 就今年大家吃年月饭的时候 大家吃都熟人 那熟悉的陌生人 陌生的熟 应该是陌生的熟悉人嘛 你在吃年月饭的时候 你记得是戴口罩 吃完以后戴口罩 然后不要客气 因为你这人多 那人多你到底几个人要被感染 不会不会大家好安心做好这些防疫措施 就比较不会遇上这些问题了 所以基本的就戴口罩 而且口罩要戴好 我想这个都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只是说客气于吼啦 因为你一定很客气不好意思戴口罩 但事实上呢 这个时候天气变化 你可能还戴口罩 为什么 预防感冒 现在即便你是小感冒 但是别人一看到就觉得 我有点紧张 是不是要保持距离了 没有戴口罩是防护的最基本的 对 最近的红包带 印的真的很进步 从他的表象 到他的文质 都看起来都很舒服 然后各个事业单位 很多事业单位都印很漂亮的 像那天有个银行 然后就送来那红包带 很漂亮 你要看哇 长得这么漂亮 像这样的一个 发给压岁钱的话 今年大家要量力而为 量力而为 因为有的事业题 他很容易可以发红包 发奖金 但是有的事业题 这个非常苦苦 非常的苦涩 甚至能够营运 最浅显的笑话就是说 你要上班还是要领红包 那答案是你要上班 那每个人都领红包 公司也差不多 有时候很难 很难 所以这个 这个今年的话 你给的那个压岁钱 要量力而为 然后每个人都 尽量的依 依情况去处理 其实就是我们 这个拿压岁钱 本来的目的就是讨吉祥 有一个就是心意的感觉而已 这样 有时候会给的是 真正是给 十字上的帮助 但是量力而为 那另外有一个种 就是说小孩子 你要给他红包的时候 现在小孩子有的聪明到 不用红包 带 不用红包带 还不是不用红包 不用红包带 红包就好 钱就好了 这个有sense 对了 这个小孩子三岁到五岁 以前我的小朋友就这样 我记得是 应该是两岁四岁吧 两岁四岁吧 那要花给红包的时候 找不到红包带 找不到红包带 红包就好了 不用红包带 这个是 应该是很有趣的事情吧 那这个今年 大家过年会是比较辛苦 那这个辛苦是 是迫不得已的 但是也是要逆境中 要去适应的 是 那我们过年 大家其实现在 手机都很发达 大家都会开始传讯息 然后就想说 我们要互相恭喜一下 然后呢 跟大家就是 沾沾洗洗 讲一些贺年词嘛 院长有没有知道 哪些贺年词是 特别值得分享的呢 今年大家宅在家 比例特别高嘛 所以平安喜乐 平安喜乐 这是最直接的 平安是没有事故 平稳安全的意思 喜乐是欢乐高兴 喜闻乐见的简称 平安喜乐 是 那还有什么贺年词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周日快乐时光 我们继续请杨志贤院长 跟大家分享过年的 吉祥话贺年词 是的 刚刚首先谈到的是 平安喜乐 因为平安是福 我想这大家都很有感觉 福寿双全 我觉得这个是越来越有可能 很多高寿的 然后福气 福寿双全 既有福分又得高寿 就像福财双至 有福财双至 那种感觉很好 福财双至 再来是世事主义 那事情就是说 比较顺利的 想办法来突破瓶颈 让事情更顺利 令人满意 恭喜发财是标准的 这个一定是要听的 而且有一些歌 还会这样子放啊 就是让你听的 整个过年气氛好棒啊 对 那恭喜发财很好 但是都不要随便加 第二句话 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 这是开玩笑可以啦 不然真的是 有的不小心会 有点很尴尬 有的不小心是 第二句话把它讲出来 那气氛有时候 会有点不自在 那什么情形之下 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 我看这个场合 不知道谁想得到 我是想不到说 恭喜发财 直接加一个红包拿来 小孩子对大人说 恭喜发财 爸爸妈妈 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 这个就难了 那至于说 以前好像有很多家族 家庭里面这样的 就是说要跟父母亲 领红包的时候 或跟长辈 主父母啊 老太爷啊 这些要领红包的时候 要讲一些吉祥话 那现在的话 这种吉祥话里面 要注意就是 长寿 不是长寿百岁 一定要加码 叫做贼百日 叫浮如东海 寿比南山 千万不要说长寿百岁 因为现在不小心 就下一个五十年 就超过一百了 所以这个地方 要恭喜发财 对 恭喜发财 其实应该也是 现在大家都很蛮 希望可以突破的点 所以这句话 讲一下 就这个 让自己的这个气氛 跟心情 感觉有点突破一下 也不错 招财进宝 就是说想办法 来招财进宝 然后财员滚滚 财员滚滚 这种滚滚不见得很好 滚来滚去 滚来滚去 我们以前可能讲的时候 都没有想过 滚滚这两个字 就是会有什么意义 但现在念起来就觉得 哪里怪怪的 财员滚滚 将来一定是 有一点变化 因为滚滚到那边热腾 那你的股市 就是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那财员滚滚的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说 招财进宝 是 这样听起来就蛮丰盛 蛮丰壮的 对对对 因为字有因 时代性而改变 是 那院长 因为其实我们过年 这次也没有修特别长 好像大概 算有一个礼拜左右 对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 过年建议是 让大家可以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比较可以自在好过年的呢 我觉得过年 现在大家都安排上 在之前应该是说 很长处 今年来讲 应该很长处 因为 除了就是疫情的影响 让大家有所变化以外 像很多的聚会 都不敢提 不必提 也没办法提 你很多的尾 全部都取消 然后都在空中 网络上的相聚抽奖 那第二个情形是 很多的 比如说旅游业 本来是大大 可以大旺益彩 难得可以平衡他们的 平衡他们的辛苦度 可是现在都改变了 第三个是一般的 民众生活里面 恐怕你要做远行 你要做很多的活动 聚会聚餐 都为之停顿 这个都是可想见的 这种谨慎的关系 也必须这样谨慎 那想办法 就是说突破一些瓶颈 第一个是让过年 有得到好的休息 然后足够的睡眠 或者是运动 这可能是一个 其中的一个选项 那维持日常的习惯 就是说你过年 不要让自己 整个生活打乱了 对有一些人可能 从这个守岁之后 接下来就熬夜大麻将 或熬夜聊天聚会 然后这样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这样过完年 应该也是身体会有一些疲倦的 今年聚会的这些情形 量一定会很少 大家一定会很少 所以这一种 维持日常的这种作息 该吃该睡 该活动 就看着办 那尽量就是说 人多的地方少去 那绝对要戴口罩 绝对要戴口罩 那做一点自己喜欢的 比如说上班日 可能很难做到的 比如你要读一些书 看一些电视 那会听一些歌 听一些音乐 或者说 跟比较熟悉的人 这种搭聚会的时候 就互相这种勉励 如何来度过这个疫情 那该打疫苗的 那该注意的 该要预防感冒的 这些简单的事情 也都是互相鼓舞 那不再拘泥于 传统的这个标准的时候 一定是绝对的聚会 不是 现在应该是绝对的安全 为第一考量 绝对的聚会 跟绝对的安全 那选择当然是绝对安全 对有安全才可以远远流长 因为你要聚会 聚会多的是 那问候电话 简讯 这些都可以 所以团聚来讲 这个是要有一点避免 要团聚的话 口罩 大家刚刚提到 不用客气 戴口罩吧 那至于说 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开销 该开销的 给他尽量开销 为什么你知道吗 这在量力而为之下 尽量开销 因为你譬如说 你要去饭店吃饭 你就来个才大气派 因为你不跟他吃这一顿 那公司力量就 少很多 他很惨 其实好像就是 像我们在经济学上 都有研究 就如果人民 有愿意消费的时候 其实会产生 社会上的正循环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 有些消费 也是可以 去做一些活动的这样 财经的你很熟 财经法律的你很熟 所以说消费的这个地方 造成一个良性循环 那不一定是通膨影响到你 而是说你要量力而为 量力而为 那人多的地方 大家要尽量的注意 因为这种选项 有时候一个聚会 一个不小心都有困难 都有困难 然后另外最后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是说 当你平时想要思考的问题 把它写下来 然后花时间 比如说花15分钟 是花一个小时 是解决问题 它如何天才变 它如何天才变 比如说你股市 你想了50个方法 你说用最后的一个方法 来决定超盘的方法 或两个方法 一个叫预备班 那第二个是 你平时要解决 比如说你开这个店 如何生意做得很好 那一直无法突破 它的瓶颈在哪里 是人的问题吗 不是 可能是地点的问题 所以说你平时 要解决这个难处之下 你想办法把它 在这种时候 给它沉淀 甚至思考 如何来改变 那我提到这种地点的问题 你现在不要想说 有的地点很老 现在我们在看台北车站 附近很多觉得地点 很好的地方 它换物力 半年换一次 半年换一次 这无论之后 一定要注意这种现象 你不要想到地点很老 然后很多人都告诉你说 这地点多好 房东都跟你这样讲 租屋的都跟你讲地点 为什么要换掉 你的答案是 为什么换掉 那一定是快200万 快300万 快500万走的 这个是我眼见为信 一清二楚 我比一般的情形 更有机会看到这么 串起串落 串起串落的点 非常的多 所以要花钱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慎重 尤其要创业的时候 特别慎重 是 所以其实过年期间 可以把握好时间 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思考 帮助自己沉淀一下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周日快乐时光 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 是长红诊所 杨志贤院长 是的 大家好 新年好 对 院长刚刚有提到 其实过年期间 提醒大家 可以让自己好好休息 然后甚至 维持正常作息 为什么院长 会特别提这件事呢 应该说 休息 沉淀 跟创新未来 因为难得 有这样的时间 难得有情人 难得有 有一首歌叫 难得有情人 难得有情天 难得有休息 那既然有时间休息 所以比如说 就是过年期间 熬夜真的熬太凶 追剧追太凶了 他是不是会对我们 有一些影响 或者是反效果 这个会 基本上 黑眼圈的比例会很高 熊猫眼 人家都会说 你是不是睡不好啊 有一首歌 皮剑最后 皮剑只剩黑眼圈 过完整个夏天 忧伤并没有好一些 开车行事在公路 无际无边 又离开自己的感觉 唱不完一首歌 皮剑还剩下黑眼圈 感情的世界上 还在所难免 黄昏在眉中要黑夜 好 皮剑只剩黑眼圈 真的 这是周传雄的黄昏 黄昏 我觉得很有趣 皮剑只剩黑眼圈 像现实里面不是这样的 那现实里面会是什么样子呢 因为他这个 就是说皮剑只剩黑眼圈 是这样 皮剑是眼睛会眨 不是黑眼圈 因为黑眼圈的人的体质 就是鼻子过敏 黑眼圈到底会有几种 就是实现原因呢 三种主要的情形 第一个鼻子过敏的人 第二个血管增生的人 在眼睛下面血管增生的人 那你的血管多 到底氧气多 不对 它是静脉的血液多 静脉的血液多 会有什么现象吗 静脉血液多的话 是代表它缺氧 所以会黑黑的 那这种人要聚会的时候 记得首先按摩 你要聚会前 要跟人家见面前 你手按摩一下 那可能就好一点 静脉血液 第三个是皮肤比较薄 然后眼睛大大的 因为这样 那个皮肤薄会压缩 所以循环就不是很痛 所以内在是鼻子过敏 里面的鼻子过敏 然后外在的就是 皮肤压缩 堆积在一起 那中间就血管多 所以真正的黑眼圈的原因 是这样的 所以有点睡眠 睡得够 也是黑眼圈 那请你教一下院长 因为像刚刚我们说到 这个如果是过敏的 应该是克服过敏之后 就会好一些嘛 对 那还有或者是说 如果真的是太累的 休息一下也好 但如果他其实像院长说的是 可能微血管增生的 或者是缺氧的 他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他吗 现在你真正要治疗黑眼圈 我们会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是用镭射来改变 那个血管的形式 那个镭射来改变 因为镭射会改变血管 追踪那个黑色素 或暗层的暗红色 这个是可以的 那叫燃料镭射 或燃料脉冲镭射 那这原则上治疗的话 是没有修复期 那第二个是 如果你色素真的沉淀很厉害的话 可以用紫萃玉皮秒镭射 来对付黑眼圈 紫萃玉皮秒镭射 那就很黑的人 一轮黑眼圈 这很像人家说的 Olan嘛 还是熊猫眼那种 对 那所以说 如果这样很黑的话 我们就用紫萃玉皮秒镭射 来处理它 那它这个好了以后 就不会再挖了 黑眼圈治疗以后 尤其是用所谓的后者 紫萃玉皮秒镭射 来对付黑眼圈的时候 它是一定要把那个黑色素 抓掉就对了 你抓掉了以后 将来会不会再黑回去 原则上不容易黑回去 就不会感觉老是黑眼圈 那黑眼圈来讲 其实是要治疗 因为你只要当那个黑眼圈 呈现在你脸部的话 人家不会看到你 漂亮的眼神 黑白分明 不会看到你漂亮的眼淡 全部都集中在你的弱点 对 好像就是 我知道之前我朋友形容说 自己的黑眼圈 其实让自己 别人会以为它是健康不好 还是有吃什么特别的药物一样 然后他就觉得很焦虑 就觉得说怎么这样呢 如果演戏的话 生病的话 基本上都是画一个黑眼圈 还有有老化的话 都有一个阿婆纹 一定是下巴那个阿婆纹 或法令纹 很凶的话都画一个法令纹 这个都是标准的 那黑眼圈的话 是代表生病的感觉 那当然我们要侦测 它到底有没有健康的问题 这都是有需要 所以如果说熬夜 拼命划手机的 这不见得会造成黑眼圈 但是你一直往下看 一直集中 血液循环不通的 划手机或划到你 血液循环不通的 那就会黑眼圈 可是当你显示黑眼圈的时候 你要注意你的脚底 有没有问题 因为为什么 黑眼圈跟脚底有关 我们看你的上面 知道你停留 你的脚底 你停留的都没有活动 所以你会堆积 你的血液会堆积出来 是一个不良的状态 那就是所谓的 经济舱症候群 有没有 你坐到飞机的时候 都脚不动 经济舱症候群 那这个就是一个风险 这就是一个风险 代表你的循环不通 所以你要说 再怎么说 你最慢一个小时 也起来动一动 坐着的时候 也要动一动 麻将打一半 你起来动一动 那如果你运气不好的时候 那赶快起来动一动 运气不好 特别需要动这样吗 特别赶快 站起来转转运 运气不好 赶快去上个洗澡间 有的人会生气 打了一半 你说生没办法 你如果是有人运气不好 但运气正好的人 会觉得你不可以走 看清醒 所以其实像眼部缺 就是可能院长说 这个血管缺氧的方法 其实透过镭射 可以改善 还有其他方法吗 按摩是一个最简单的 按摩是一个最简单 因为有的人皮肤保 血液色素沉淀 血管的缺氧 那这个就把它按摩一下 那像刚刚讲的 鼻子过敏的话 你就耳鼻后看一看 或者说减少过敏 口罩戴一戴 就比较不会黑眼圈 口罩戴也比较不会黑眼圈 是因为 鼻子比较不过敏 不反应的 那改变生活的习惯 就是说 其实这个地方是 最大是要保护眼睛 因为我们现在眼睛 都有点老化的感觉 所以要保护眼睛 是避免了太多的光线 蓝光去刺激你的眼睛 是 所以一个黑眼圈 学问可多了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周日快乐时光 刚刚杨院长提到 无论是生活作息啊 或身体健康 都会影响到 可能眼睛周围的部分嘛 对对 那像有一些人 他其实看起来不是黑眼圈 他就是有一点 就是眼下会一些阴影 然后或者是看起来 就是砰砰 然后好像不是很有精神 那这应该归类在 哪一个方面呢 一般我们现在的形象里面 就是说眼睛的上下 是影响一个人 给人家的第一印象的第一名 对 那就眼睛的上下 那通常我们除了黑眼圈 是一个负面的以外 一个是眼带 大眼带 脂肪的蓬出 然后细纹 阴影 甚至这个鱼跃纹 这是眼周来讲 就是眼带的情形 如果特别明显 或者说你的皱纹太多 会看起来那个很互相的 这个我想太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甚至已经做了治疗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眼皮下垂 眼皮下垂 眼皮下垂的话会是一个三角眼 倒霉相 因为眼皮垂一定会把你眉毛掉下来 一起同时 倒霉相 然后这样的眼眶之后比较突兀的人 是看起来比较聪明 眉骨高 但是问题就是说 有时候眼眶 就是说脂肪又少 所以你会觉得好像自己精神又不好 睡眠不足 所以眼睛周围的问题 其实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困难 那请教一下院长 因为像眼睛周围刚提到几个点 比如说皱纹 细纹 眼带 甚至院长说眼皮下垂 这几个里面哪一个会特别影响到 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精神感受呢 还是其实各有千秋 应该是各有千秋 因为你两大的副相 第一个三角眼这个副相 那第二个是大眼带 眼带的给人家的形象里面 是还就觉得老态 但是就是说眼睛的三角眼的话 那种副相的程度 比眼带还明显 因为一个是老态 那一个是看不懂你的心思 三角眼倒霉相 那种感觉 所以这两个比起来的来讲说 眼皮不要垂 眉毛不要垂 这还是比较重要 至于说眼带要来去除 我觉得现在来讲 科技上都不难 技术上都不难 是 那可是像眼带有一些人 有些人应该是脂肪膨膨的嘛 对 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皱褶很多 那已经不知道怎么成 因为其实脸蛮瘦的啊 对 那这个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现在的治疗 如果眼带多的话 直接把皮肤拿掉 是可能的 为什么 你脂肪拿掉了以后 多出来的皮肤 还是要拿掉 但是眼带的处理里面 有个最高指导原则 他的最高指导原则 就是不外翻 那不外翻的话 就是说 很多人的期望说 眼带开刀 我的要求不高 我只希望眼带能够平就好 这个平就好 他的答案不是100分 他的答案是80 80分 为什么是80分 因为你开100分的眼睛 你的外翻的比例 机会可能就是 80%就会外翻了 因为你刚做的时候 你会感觉好像是 很完美嘛 一个不小心 他皮肤恢复弹性的时候 一拉 他就外翻了 所以民众在跟医生 在讨论的时候说 我那个开瓶就好 这个瓶就好的医 要特别小心 万一如果医生的那个 无法承受你的这个 你的认知的话 或者说接受你的认知的话 他这个地方可能会 外翻的比例会很高 但外翻我们可以再往上拉 不过这个是一定要注意 就是眼带 他的最高知识原则 手术的最高知识原则 就是不外翻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眼带 变卧蚕 如果能够变出一个卧蚕来讲 就借力使力 把你的孝基做出来 眼带变卧蚕不外翻 那看起来就很顺眼 对 我觉得这眼带这个地方 很多很多有那个 治疗的需要 跟实质上的这个经验 但是大概外翻率 大概一百位里面 外翻率大概有两三个吧 但这两三个 不会说太难看的话 那可以再往上养 可以往上做那个拉线 去把它调整就可以了 是 那忍不住想问一下院长 因为眼带是在眼睛下面 有没有什么偷吃布 是可以连那个鱼尾纹 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一起搞定的 还是说他真的是分两个部分 你就是给个别处理 你聪明 我都没有想到这个 只有说 你眼带来讲 你要把余月文身边去掉 这个是不可能的 好吧 原本还想说有吗 有吗 没有你有这个创意 算你很优秀了 去远代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说要顺便去阅语文 但是 如果你就上MP的时候 譬如说 你做画式45度MP的时候 画式45度MP 上MP的时候 就可以去阅语文 而且是顺水推舟 为什么呢 一举两得 就是说 你在做上MP的时候 角度是由上面来讲 是由在而宽 然后把下面的地方拉上来 那拉上来的时候 拉得更好 我们就可以把眼带处理 顺便调整余月文 所以这个做出一个45度 45度简单的是一个形容 叫做玫瑰色舞 凤阳花骨 看起来就是开光点亮的感觉 玫瑰色舞的感觉 所以眼带的治疗 最高自大 原则叫不外欢 上面的治疗 就是开光点亮 向上提升 挑战地心引力 开光点亮 真的是我们现在生活 非常需要的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听众朋友 回到周日快乐时光 我们继续请教杨志轩院长 如何帮自己 开光点亮画龙点睛 对 刚刚我们有提到 就是如果是在 譬如说一个人的脸部里面 眼袋比较大 对 或许就会看起来比较老态 或者是疲倦 对 那眼皮垂好像也不太行 对 还有没有什么部分是 我们可能特别观察一下的 泪沟吧 为什么是泪沟啊 泪沟就是那个细细的皱纹 然后沿着你的眼睛周围 往下45度 往下45度那种淡淡的凹陷 然后这淡淡的凹陷让人家感觉好像疲惫吗 还是憔悴呢 还是难看呢 都可能 那他是不是如果都是凹陷的话或下垂 他是不是会跟眼袋相辅相成 跟眼袋有一点加成的效应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做眼袋 有这个类构 我们不是以开刀为主 是用填补 那这个填补的话就有一点学问 就是说你如果填的时候 这个材料科学的话 我们用胶原蛋白玻尿酸都可以 这地方我们就尽量就不使用凝胶水凝胶 凝胶水凝胶是用在大的这个皱纹 比如说法令纹啊 木耳纹或脸颊凹陷 凝胶水凝胶比较弹性 那类构的话 那胶原蛋白玻尿酸给他一点吸水 或是给他一点支撑 那类构小小的嘛 然后他淡淡的把他支撑住 然后他就不明显 但是他维持率 顶多让你给你两年啦 顶多两年 你用填补的话大概顶多两年 那手术眼袋的时候 顺便可以减少类构是可能的 有的医生 他干脆把脊房转到类构 去做填补 那我个人不喜欢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眼袋变臥残 不外翻 他的重点不是不做脂肪 是把脂肪 其实是把它拿掉为主 因为你放到类构以后 把脂肪转到类构以后 下一个可能 就是你皮肤饱的 下一个可能就是 又吃一个新的眼袋 这样听起来有一点惨 有的医生技术已经突破的很好 那没话讲 但一般来讲 你要把眼袋转到类构去支撑的话 变下一个眼袋的比例会很高 很高 那这个地方我们尽量就类构的部分用填补的 眼袋真的厉害脂肪拿掉 皮肤太多的话只好开刀 那会开刀的医生应该就说很多了 但是最主要就是说 不外翻是最高支导原则 不一定说眼袋变卧蝉 你不一定要变卧蝉 眼袋不外翻 这是最高支导原则 所以这样刚听起来 院长有提到这个类构的部分 因为它原本是淡淡的凹险 但也有可能影响我们整个人的形象吗 会 会是这样的 那其实都是越漂亮的人 越有这个感觉 那这个漂亮的时候 其实影响一个人的形象是很大的 你通常这个人 你不一定说每个人也要多漂亮 但是要在自己的形里面看起来顺眼 在自己的形 那哪些不顺眼 我最觉得最不顺眼的叫做三角眼 那个三角眼的话 那个就不顺眼 为什么 因为你当年没有三角眼 那有的人家族性都三角眼 家族性三角眼太简单了 家族性三角眼 我们轻松给它画式45度 去给它照顾处理就好了 那个都可以解决的 因为我们最主要说 眼睛本身大小或亮度 基本上大概差不多 在六到八岁的时候都已经成熟 那成熟了以后呢 后来是你的眼皮干扰到你的眼神 所以有的人八十岁六十岁 然后你的眼皮盖到你的瞳孔 那盖到你瞳孔 你走路当然不稳了 你的视野就被阻挡了 视力没差 但是你的视野变减少了 所以我觉得眼皮的地方调整 是第一名的重要 而且为了下一个五十年 下一个六十年 你一定要开光点亮 对 那开光点亮这件事情 院长提到的都是眼皮附近 或眼尾周围吗 对啊 那如果不小心没 就是有时候人家就是那个 皱眉 皱眉头啊 就是其实没有在皱眉头 但是那个纹路已经产生了 那个都是开光点亮的范围 都是同个范围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皱眉头 是说不是你的习惯 是因为你的先天架构 眼尾的地方 就眉毛跟眼尾 眉毛到眼尾的这个 1.5到2公分的这个距离 甚至有的到3公分的距离 这个距离的皮肤太松软了 所以你必须用皱眉头 来把你的眼皮提升 来把你的视野拉开 所以那个眉间纹啊 印堂纹啊 这个地方标准的就是 眉尾松弛 眼皮松弛 所以开光点亮的这个 最重要是说 45度的概念里面 就是所谓的画式45度做的话 它就是要把你的这个角度 向上提升 然后拉到一个你的视野 最宽阔的视野 那这个治疗来讲 大概时间都设定在 大概差不多 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左右去完成 那通常是7天左右拆线 那未来也可以做到 所谓免拆线的可能 但是各有它的利弊 但确定有一点就是说 三角眼眉毛下垂 或者是眼皮盖盖 这个都要处理 我觉得值得处理 只是说有一种叫做 眼尖神经受伤 这比较麻烦 因为眼尖神经受伤的人 要把它提升这个 提升这个角度的时候 你有时候要拿一个韧带来拉 那也可以纯粹用折痕的力量 来跟它折 来把它做起来比较自然 因为有的眼面神经受伤 会是一个力量不够 那你要提升的话就比较难 但是现在确定有一点 就是用45度的概念 就是画式45度的概念 来提升你的眼尾 眉尾 甚至刚刚解决的余月纹 那力量如果够的话 我们就从滑气的地方 额头滑气的地方 拉你的抬头纹 减少你的抬头纹以外 就提美 提眼皮 还有减少余月纹 甚至脸颊向上提升 这是挑战地心领域 是现在的趋势 而且做得到的科技 是 所以其实这个开光点亮 带来好运真的是蛮重要 眼睛很重要 是的 是 那今天就谢谢 长虹诊所 杨志仙院长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见